范贤继续温和说道 你的话 其实他也曾经对我说过 我也一直在想当年的问题 发现在我入京都之前 你和陈院长彼此之间异常冷漠 完全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我明白你们的心中都有警惕 只是正如我无条件地相信您 我也无条件地相信他 他轻轻咳了两声 继续说道 对同伴的疑心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或许有些人一直刻意隐瞒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与陈院长互相猜疑 我不会这样 范贤加重语气说道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 只有感觉不会欺骗自己 他的眼光看着窗外 许久之后范贤笑了起来 欣慰说道 看来对于人性你还是有信心的 这一点和你母亲很像 范贤也笑了起来 说道只是对于特定的几个人罢了 范贤接着平静问道 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处理 我先等着看陛下的处理结果 范贤沉默少许后 继续应道 只怕调查不出来什么事情 对方投了这么大的本钱进去 自然也想好了善后的法子 他嘲讽笑道 有时候都不知道陛下的信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这军方都开始有人骚动了 他还是如以往那般毫不担心吗 查 总是能查到一些东西 范贤望着儿子 知道年轻人并没有被鲜血冲昏头脑 欣慰笑道 守成弩都是有编号的 怕只怕连这层守弩也是从别处掉过来的 查错人可不好了 你说得不错 范贤唇角扶起一丝古怪的笑容 陛下震怒之下 案子查得极快 下午就得了消息 山谷中一共有五座守成弩 刚从内库丙方出场 本应是沿路送往定州方向 只是不知为何 却比交货的时间晚了些 恰好出现在了你回京的路上 定州 范贤皱起了眉头 叶家又要当踢罪羊 陛下能狠下这个心吗 陛下当然知道这件事情的蹊跷 范贤说道 只是万一是叶家故意这么做的呢 所以需要别的证据 范贤轻声问道 我送到书密院的那个活口有没有价值 有 范贤又古怪地笑了起来 说道 你这一招还是和当年对付二皇子的招数一样 把证人送到对方的衙门里 范贤面色微净 说道 只是一个方法 最好不要使用两次 至少这次书密院就没有上你的当 哦 范贤皱眉说道 他们怎么处理的 范贤微微一笑说道 他们像供奉老祖宗一样 把那个活口供着 生怕他失血过多死了 不好应付陛下的问话 紧接着 他们便借口此事必须由监察院调查 军方应要避嫌的原因 便将这个人送到了监察院 范贤微微一正 范贤继续笑道 但人是你扔在书密院的 监察院自然不肯接受 又让人拖回了书密院 书密院这些军队的粗人 这次真是学会了赖皮 竟是把这人又拖回了书密院 一向速容的户部上书 笑着摇摇头 今儿下午 两个院子就在这个活口身上较劲 你送给我 我送给你 就像这个人是烫手的山芋一般 谁也不肯接 虽然今日遇着伏击 范贤心情有些沉重 但听着父亲这番话 依然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似乎眼前见了今日下午 在天河大陆上 在庆国朝廷的权力中枢所在地 两个衙门像脱猪肉一样的 你来我往 那位军中好汉 只怕一辈子也没有想过 会有这种待遇吧 最后怎么处理的 最后还是宫中发了话 监察院收入大狱中了 范贤叹息道 想不到睡了一下午 京都里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范贤静静地看着儿子 半晌之后缓缓说道 你被军队伏击 这是京都流血液之后最大的事情 而且你活着回来 不知道让多少人再也无法安坐府中 这夜里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睡不着觉 范贤沉默 你真的要动手 我不会亲自动 范贤轻声说道 但我要让他们痛 痛到骨头里 范贤点了点头 说道 你自己处理 只是不要把整个军方都得罪了 我有份寸 范贤站起身来 离开他的卧房 最后说道 你必须要活着 这一个夜 有无数人坐于幽房 神思不宁 沉默不语 范贤遇刺的消息 早已传遍整个京都 今日例行的大朝会 就因为这件突发事件戛然而止 据退朝的大臣们私下议论 陛下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表现得还算镇静 马上命令禁军大统领 大殿下出宫巡视 又命疏忽二位大学世代天子慰安 但又据宫中的姚公公说 陛下回到御书房之后 生生卧碎了一个官瑶瓷茶杯 长久沉默不语 所有的人都知道 皇帝陷入震怒之中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在害怕 那些主持了山谷之事 或者暗中帮助了山谷之事的人物 各怀鬼胎 各怀不安地 在各自府邸里筹划着 既然这些人敢于在京都郊外杀人 自然就做好了迎接陛下怒火 和监察院报复的准备 他们只是没有想到 在动用了如此强大的力量 进行了如此周密的准备之后 范贤竟然没有死 他居然没有死 东宫里的太子殿下 咬牙切齿地说着 一手抓着身旁脚踏上的绣布 将这软软的绣布 抓成了无数朵难看的花朵 皇后娘娘额眉微苗 冷漠而贵重地坐在她的对面 冷声说道 注意下身份 注意下言辞 范贤乃是当朝大臣 他若不死 你身为储君 应该是欣慰 怎能如此失望 太子冷笑两声 这里是东宫 再说所有人都知道 本宫与他范贤之间 只可能活一个下来 只怕所有人都在 柴山谷里的事 是本宫安排 既然如此 我何必还要装出 那种仁爱模样 皇后静静地看着他 半赏之后说道 不要担心 陛下不会疑你 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 这种实力 太子哑然 直到此时 他才醒悟过来 在朝中这些势力当中 就属自己的力量 最为薄弱 这一方面是因为 老二这若干年来的斗争 另一方面 也是因为自己 失去了长公主 这个强柱 还有个原因 就是范贤的存在 他苦笑了起来 没想到如今 反而成了个好事 母后说得对 本宫可没有办法 调动军队去杀人 只是 太子的眼中闪过一丝极恨 如果范贤死了就好了 好一个范贤 在江南打明家的家产官司 却偏偏要往敌长子 没有先天继承权的大是非上套 你以为你想的什么 本宫不清楚 太后不清楚 太后已经开始生气了 太子冷笑着 心里十分感激那个不知名的势力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居然敢于正面拘杀范贤 帮助京都里的许多人 做了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事情 有很多人在这个夜里猜测着 究竟是哪个势力如此胆大妄为 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在京都近郊谋杀天子宠臣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长公主 因为似乎只有这位贵人 才有这样的疯狂 才有这样的胆量 才有这样的实力 很遗憾 这次没有成功 在京都一间幽静的王府中 庆国最有实力 也是最美丽的那位女人 正懒洋洋地躺在矮踏之上 踏脚生着一个火龙 暖气生腾着 李云瑞双眼微眯 眸子里竟是懒散之意 他望着坐在下手方的二皇子 微笑说道 不过这事与本宫无关 本宫还不至于愚蠢到这种地步 要对付范贤 有的是简单的法子 二皇子微微一正 其实从听到山谷居沙的消息时 他就以为是长公主做的 算来算去 也只有他才有这样的魄力 才敢不看陛下的脸色 甚至他在隐隐怀疑 这件事情是不是得到了太后祖母的默许 不料听到了长公主很直截了当的否认 当然 本宫很感激那位 李云瑞微笑说着 三十几岁的妇人却没有丝毫花朵江残的味道 反而是浓眉无比地开放着 每一眯眼 每一转弯 一股风流味道自然透出 他叹息着 如果能将我那女婿杀死也不错 山谷居杀 简单 粗暴 直接 有军人风格 我喜欢 他的话语忽然停顿了下来 二皇子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室内竟是一片无言的感叹 许久之后 长公主才缓缓摇头说道 这样都杀不死她 究竟是她运气够好 还是怎样 二皇子与长公主对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不安与自嘲 范贤 真是一个怪物 运气好到不能再好的怪物 或者说 所有人在如此重视她的今天 依然低估了她的实力 山谷里居杀的细节 早已到了这些贵人们的案头 对于在那样的状况下 范贤不止活着回到京都 还将狙杀者全部杀死 并且抓到了一个活口 所有势力都感到了无比的震惊 甚至有一丝隐隐的畏惧 长公主没有畏惧 只是淡淡想着 如果 只是如果 没有当年牛兰间那件事情 这个世界该是怎样的美妙 不...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